阿拉奇老杉 här оту道 所以 习村司机 阿拉奇老山司机 这是我 无限光荣 我们看到所有的一份子并没有很大的功劳 总书记这么来鼓励我们 我们感觉着非常容易 揭幕仪式的过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是和国共两党的 两位老兵的代表共同来揭幕勋章 这个安排肯定也是有它的深远意义的 代表着国共两党共同为抗战 付出的不懈的努力不懈的牺牲 记忆犹新抗战的军民真引勇 除了亲爱以外没什么话题 先赴黄军校一起任何校 抗战开始之后我就想考军校 我父亲不信我当军人 因为危险了 我不理他直接考 军校是分国人 有步兵、骑兵、炮兵、攻兵、自重兵 而且是抗戈 抗戈就难一点要考 手里话要好一点 考试前三名的学生毕业 可以留校做教官了 但是我父亲还是愿意上战场 当时日本的主力 他是从长沙横着就要打你重庆啊 你把重庆一打中国就全完了 南京已经占领了 我父亲他一毕业十三年 就到广东校 直接掌管奴隶 你不抗人 那怎么行呢 您的好多同学是不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其实不是手术 我们还是追忆啊 念那个如今大一山班的时候呢 就忽然听说抗战神明了 当然了很高兴啊 喝一醉放休 那时候他在二十郎当岁啊 非常兴奋 醉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就不行 当时全国都分开了 就沸腾了 无限感慨 中国的独立自由 自赢得 太不容易了 牺牲多少人 来无战役 就第一仗 后来打垮了 国民党已经没有遣读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共 我还是活着 当然蒋介石希望反共了 这个时候思想就有分歧了 后来我父亲就离开了 其实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跟我祖父 就到日本去了 当我父亲说 我还是参加革命 还是跟着他吧 他就跟他的外公了嘛 就是张丹仙 他是辛亥的一个老革命了 我决定呢 起案透明了 一定要投奔过来 怎么投奔呢 只有偷偷 划了这个一半的时候 就是士兵呢 开枪 不准够 他们呢就跟那个士兵 也讲好话 说我送你们一件钱 后来钱给了 他就允许我们这个船 唱奖啊 往东东湖边前走 我们到武汉就有活发身份了 这是今天抗战 剩下70周年 总书记习近平向我授予的这个勋章 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大的勇信了 代表国民党这边我爸是第一个 古书记说你们是鬼国家立了功了 总书记很识强 非常喜欢女帽 对这些民主人士都很客气 新年常务会啊 特别人常会上宴会啊 民主人士排了第一名的 他一定要去敬酒 他为国家的大事情 把民主党派这些名单 接着一起吃菜饭 通报这个事情 真求他们的一切 就是商友人 黄埔军校马上就是100周年了 您有没有什么感受 那我也因为黄埔军校 在中国的意义上 还是有他的地位 见校的时候 就是为了培养一批不怕死 还有国际是一个军官 但是现在有黄埔军人 是另外一种军人 这是国家统一